上一艘河老伯,最高纪录是6000隻 我最高纪录是4000隻,送到3800多隻 農華的紅燒乳隔,飛升國際,幾十年來都是店裡的招牌菜 食家維寧大讚他和雞粥,山水豆腐花,並列沙田三寶 而負責校製這窩美美佳芽的就是他 我是親師傅姓陳的,應該81年82年已經在這裡 四、五年班,40元一日全菜,我媽媽也是在這裡做 因為有一次機會,放暑假時,乳隔堡請暑期工 1200元一月,認識了第一代的師傅,可伯 他教我怎樣做乳隔,每晚都要磨刀,怎樣收檔 我就跟著他 以當時來說,十多歲的年輕人,1200元的工資可以說相當不錯 而唱歌又肯學肯做 可怕還將鎮店之寶,露水汁的秘方傳給他 我們露水,由做到現在,不停地親,不停地加 不停地循環,融 露水料一般是一個星期換兩次 因為這些材料是中氏家族入面,他們是不外傳的 其實最最名貴的一項是有一種叫沉香 他比較常有些披了乳隔本身的酷味,同時有些香味 乳隔只是用25至27日大的,肉才會亂而不韌 應該超過300萬隻,有數可以計算 以前來說,一個月15000至18000隻 你十年都有100多萬隻 今年他們還推出新口味,陳皮婚與甲 不過最受人追捧的,仍然是紅燒 將腦圓的甲上麥牙堂之後再集 不少名人明星都曾經來光顧 大哥,紅金寶,許永傑,鄭錦昌,沈殿霞 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港獨彭平康 他沒有特別要求,他早幾天前來 幾個全身都是肩膀,幾粒花,周圍看環境 原來那次是他的秘書生日,擺一兩環 就是這樣 許永傑,許永傑是怪怪的 其實他不喜歡被人認得他 他喜歡屁股向門口 他喜歡吃魚鴿,吃豆腐,吃青菜 但這幾十年,食肆越開越多 想吃魚鴿都不一定要來龍華 現在已經沒有以前那麼熱鬧了 不開山當然有 跟以前比就沒得比 以前就,是不是? 閉上眼睛也有千八隻,二千隻 平均閒日一至四就三百隻左右 星期六就過千隻 他還說,以前來光顧的是外國人多 現在反而是大陸人 不過昌哥今年只有四十幾歲 就算做甲部要日踩十幾個鐘 他都說對這一行還有希望 我對最有感情是盆腦水 盆腦水 跟著我二十幾三十年 是事實來的 繼續繼續做下去 做到到時真的 自己就退休了 或者有人接手了 這樣我就不行了 OK了